大家好 今天這期節目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完成的鎖匙圈 很久沒有送生日禮物給老婆 不是不在乎老婆 而是我這樣的窮人 怎麼有本錢送名字牌 以前無論是生日或者情人節 我一直都是送去我自己做的手作制 但是自從他嫁了我之後 以前拍拖送的禮物全部都搬回我家 突然間我家就變得很迫 很勉強才找到地方放置收納的禮物 所以結婚之後 無論是生日、結婚紀念日、情人節 通常都是好好吃一頓 甚少會送對方禮物 不過最近老婆說要一個鎖匙圈 他要有貓頭鷹的圖案 於是深血來潮就做了一個鎖匙圈 不過只是一個鎖匙圈 我都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看我今天的視頻 製作今天的視頻 最主要就是 給那些在雷瑟卡德和3D Print之間掙扎的朋友 有一個參考 因為我剛剛製作了三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尼瑟卡德 一個版本是3D Print 還有一個版本是送給我老婆的 好了,我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今天就直接進入今天的話題 第一個版本是尼瑟卡德 切3mm的木板 大家可以看到 由於那些線條太幼 在切角的過程中 燒斷了 你可以看到這些位置燒斷了 這些位置燒斷了 不過這個也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只要把那些線條變回粗 基本上就問題大 幫每一層上色 就這樣 這個就是最終成品 看起來也不錯 用3mm的木板 最大的問題是厚度 這個厚度的鑰匙圈 根本不像實際 你可以看到 非常之厚 非常之厚 很不實際 做到這裡 我發現 這個版本是不可以再用的 我快快就做了大一個版本 大一個版本 就是我送老婆的版本 它的厚度只有大一版的一半 它是怎樣 窄到這麼便宜呢 這個鑰匙圈 總共有六層 這個版本最上高的層 和最低的層 是木板 中間的四層就是紙 我先用比較厚的紙 用刷子 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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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是有四層 所以我沒有 但是 可以用利斯卡德利割 只不過它會出現黑邊 你就當它是一個邊界線 其實你可以看到 都不明顯有黑邊 所以 做出來的效果就很好 這個厚度不會太薄 因為太薄都會很容易折斷 但是又比六層用木板 來得薄 對嗎 這個薄 你可以看到這個厚度 極之上肩 適中 最低的 最背面的層 還可以挑黑 挑字 那我就很滿意這個版本 而且一大二日就要送老婆 那就真的沒有時間去想太多了 過了幾天 我心想 可不可以用3D printer 來刷子 這個鑰匙圈呢 於是乎我上網學習 如何將2D的圖案 變成3D 因為只要加一個厚度 所以不需要很長的時間 就學會了怎麼做 就完成了 當然 中間都還有print幾個 sample 找適合的厚度 不過用3D printer來print 感覺上好像比利斯卡德好控制 因為有線條 都不用擔心它會消毀 你可以看到 所有圖案都沒有缺失 沒有缺編 你可以看到全部編都漂亮 全部編都漂亮 沒有缺 沒有缺 沒有仇 素效果極之好 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用的材料 不是黑色 又不是白色 而是螢光青 所以上色的時候 就要上很多層 才可以把青色開過 尤其是淺的黃色 會更容易透出來 所以又要多幾層 不過 總體來說 其實顏色 效果真的不錯 用萬能膠裝每一層黏氣 再上一層燒光七 就完成了 我其實滿意這個3D print的版本 而且厚度也是適中的 你可以看到 跟木板比起來 都差不多 最後我把這個3D版的鑰匙圈 送了來我家住幾晚的朋友 其實放在家裡 真的沒有用處 只是收藏 而且我只是享受製作過程 證實我的想法 是可行的 享受完之後 就把這個成品 訂給朋友 有時候 你可以說我 真的有點不負責任 對不對 那3個版本 我不知道你們會喜歡哪個版本 我個人的3D 抬日絲 其實這個3D print legends 這產品 真的是非常不錯 如果我買了更多的 顏色的 鑰匙圈 如果買更多нее 実藐 iy Entre 3D printed 使用DotPrint的方法,我還有其他想法,日後做出來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如果你有限制,只能開尼斯卡德和3D Printer 其中一樣 我會比較傾向於選擇3D Printer 因為3D Printer 的厚度是一般較便宜的Laser Printer 割不到的厚度 當然,如果你最主要買Laser Printer 用來雕刻,當然3D Printer 做不到 看你最主要用來做什麼,最主要是那句你想要來做什麼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讓我知道你是否喜歡這個鎖匙圈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 我只能否會預先,再見 我們不要再次 goosebumps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